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和公主上前拉住静下的手 静下拍了拍可和公主的手 又抬眼看了看承安 承安喊道 师父 静下轻笑道 照顾好若雪 还有 替我照顾好大人 守好他 我知道 我会照顾好若雪的 你会守护好我哥的 承安正宗的承诺道 嗯 静下点了脸头 在台眼 开向大明的阳光 静下贪恋的 呼吸着大亮的空气 静下来到医馆门口 看到了整装待发的使馆团队 他没有着急上自己的车 而是先来到大寒的叫面前 看着伯燕木说道 大寒 我已经对向我的承诺了 还请大寒 将你下半颗解药给我 伯燕木间惊吓已经穿上假衣 还是这般的固执 唯有的有些怒气 我答应你的事情 难不成还会失约 静下冷冷看着他 大寒是否会失约 我不得而知 但我是守信之人 必然也希望 由我约定之人守信 你 伯燕木却生气地瞪着惊吓 此时 身穿一身喜服的梁君贤赶了过来 拉住惊吓 看到自己父王说道 父王 还请你息怒 惊吓如今 就要送我们回瓦剌了 城门口 就会将解药交给其他人 现在给 还是到时给 都是一样的 还请父王开恩 随了惊吓心意 伯燕木听自己儿子的话 也对 亮着丫头也不可能翻出什么花来 于是伯燕木 向身边亲信摆了一下手 随即放下车帘 一旁的亲信 将一个药盒递给静下 静下打开闻了一下 跟上次的药味道一样 将药受着袖嘴的静下 转身就到自己教练旁边 杨军贤赶紧跟了上来 本想着抬手扶静下上车 但静下依旧很冷漠地 自己上了教练 冷漠地躲在一旁 梁军贤没有多说什么 也跟着上了车 坐在惊吓对面 车队见太子和太子妃 已行上车 便缓缓开动了 由于康和公主答应 送车队出城 所以康和公主的教练 也跟在使团的后面随行 使团穿过大街小巷 静下忍不住掀开叫帘 再见了 我的大名 静下缓缓放下教练 杨军贤坐在静下对面 看着身着新娘服的静下 静下今日穿着自己民族的喜服 当真好看 杨军贤脑海里面 浮信着与静下相遇的美意的画面 静下 杨军贤忍不住喊静下 静下抬眼看着眼前这个 哭哭声声说爱自己 却又把自己逼到毫无退路的男人 杨军贤见倾下正眼看着自己了 赶紧说道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是你在茶楼 查看我楼下的痕迹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躲避追杀 你无几个情景 我更记得 将你又在怀里 碰你周圈的情景 我知道 你现在还无法忘记它 我答应你 除非你心甘情愿 不然我绝不会碰你 我相信 我会等到 你爱上了那一天 杨军贤深情地说道 静下看着此刻 貌似深情的杨军贤 眼神低垂 对不起 此刻今下能说的 恐怕只有对不起了吧 他不爱她 即使他为了救她以身泛血 他不爱她 即使现在他为她穿上嫁衣 他不爱她 即便他要为此 复制更加惨了的代价 他也无路可退 原惊下就是原惊下 从来不会做 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 车队缓缓 使向城门 静下知道 是该道别的时候了 他远远地看着层服 正在城门口 还有慕晴雨 姨 大阳 尚关西 师父 大家都来了 除了 大人 静下此刻的心情是矛盾的 他既希望最后 能够看到陆毅 可又希望陆毅 不要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对于梁军贤而言 他必定失信于他 对于陆毅又何尝不是 静下捂着胸口 那里有他们的结发 穿下怀里 痛不欲生 车队在城门口缓缓停了下来 静下站起身 缓缓走下教练 众人看到静下精锐的装扮 心酸 心疼 心痛 心不甘 静下面对众人 扯出一丝笑容 点了点头 随即便要将解药 交给存福 就在此时 身后传了一声 惊吓 大人 惊吓惊讶地转过身 就像陆毅骑着马 飞飞到惊吓身边 眼睛却没有想到 陆毅骑然赶来了 马上起身 吓了叫念 转到惊吓身边 陆毅跳下马 抹着胸口 看着惊吓 今日的惊吓 身着火红嫁衣 映在眼里 却是十分的刺眼 全副赶紧走上前去 扶住陆毅 大人 静下 不可以 陆毅抬起手 伸向惊吓 示意让惊吓 回到自己身边来 静下看着此刻 脸色苍白的陆毅 他多想飞步到他的怀里 就像知情一样 他知道 只要他走过去 大人一定会张开手臂 接住他 可是 他不能 静下的手 紧紧握着药盒 片刻 静下深吸了一口气 面对陆毅说道 陆大人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可以跟你 把话说清楚 陆毅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惊吓 惊吓 常忍泪水 等着陆毅说道 之前我的确与大人 有过婚约 但如今 我已经是瓦剌王妃 还请大人 切莫再纠缠 纠缠 多于无奈地 看着惊吓 小丫头 你何必做这副姿态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都是我的决定 还望大人 不要再为难我 这是剩下的解药 你赶快服下 我们也好 一别两块 说完 静下将药盒 跌到露营面前 大人 快点吃了它 快 静下在心里 默默地说道 陆毅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会吃的 用你画的解药 我是不会吃的 我宁愿死 也不会让你离开大明 静下听了陆毅的话 心里更是慌张 他最怕就是 陆毅说这些 死不死的话 他把心一横 回身拉起南军前的手 我现在已经是瓦剌王妃 你 你赶紧把药吃了 我也不再欠你什么 你赶快离开 不要耽误我都不及时 陆毅见惊吓 牵去拉了梁君泉的手 再看梁君贤一身喜福 陆毅就气恼 直接举刀指向梁君贤 我不可能让你离开我 除非我死了 说完 陆毅将惊吓扯到一边 举刀直奔梁君贤 梁君贤见陆毅举刀前来 一闪身 戳住自己 别在腰间的折扇 与陆毅站在一处 陆毅本就一路未清 根本不是梁君贤对手 无奈陆毅又是一副 拼了命的架势 陆毅也没有掉以轻心 几十个回合下来 陆毅明显体力不支地 用血吹刀支撑自己 陈毅和睦晴宇 在一旁着急地喊着 大人 陆毅 陆毅举起手喊道 谁也不许插手 陆毅见此情景 也冲着后面的红脸喊道 谁也不许过来 请考虑 请考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